欢迎来到阅读雷达 发现令人惊艳的书籍 探索丰富多样的阅读世界 今天为您介绍的是 《我的名字叫红》 这本书由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土耳其作家奥尔汉帕穆克创作 是他的代表作品 截至2020年 尽管这本书在国内广受欢迎 但因其艰深难懂 虽然销售火爆 但完成阅读的读者却寥寥无几 吸引读者的首先是其浪漫神秘的书名 《我的名字叫红》 再加上故事的宏大和复杂 使得不少读者频频搁置 甚至有人戏称 《我的名字叫红》 比《红楼梦》还要难读 小说的故事背景 设定在16世纪的伊斯坦布尔 与我们的生活相距甚远 整个故事仅发生在9天之内 围绕一名伊斯兰风格的戏迷 画画家被谋杀的事件展开 在阅读过程中 我最初将其视为 一部推理小说 试图找出凶手 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 凶手的身份变得不再重要 我完全被书中展现的 陌生而生动的 伊斯兰日常生活所吸引 帕姆克通过他的文字 将16世纪伊斯坦布尔 街头巷尾的声音 气味和情感复活 使我们对艺术 宗教和伊斯兰世界的细节 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这些细节在书中悦然指上 形象生动 即使您是一位自身的文学爱好者 也无法免疫于书中 抑郁风情的吸引 美好的抑郁体验 不仅是视觉上的冲击 更是对感官和情感的全面刺激 实际上 仅仅从《我的名字叫红》 这个书名中 就可以窥见小说的两个特点 首先 书名《我的名字叫红》 自白几件 整本小说都以第一人称叙述 每一张都在不同的叙述者之间变换 全书共59张 每张的题目如 《我的名字叫黑》 《我是你们的一副》 《我是一条狗等》 甚至第一张就已 《我是一个死人字》 摆门面 这正是受害人的尸体 躺在井底的自白 整部小说 如同一场盛大的合唱 几十个声音 共同拼凑出真相 其次 《我的名字叫红中的红》 作为一种颜色 既代表生命和爱 又象征着流血和死亡 而与之相对的绿 则代表生机和宗教的极端 构成了小说的主题 第三部分 我们将通过作品的叙事视角 和颜色的象征 来解析小说背后的 东西方文化冲突 《我的名字叫红》 让我们一同感受一下 故事发生在1591年 地点是奥斯曼帝国 及今天的土耳其一代 故事的主人公 是一位姨父 他是一名戏迷画家 在政治舞台上 也具有影响力 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的亲信 相当于伊斯兰世界的国王 三十年前 姨父曾代表奥斯曼帝国 出使威尼斯 任务是说服威尼斯 放弃塞浦路斯 然而他未能说服威尼斯人 反而被威尼斯华丽的文化艺术所征服 在当时的伊斯坦布尔 流行着两种绘画风格 代表了西方油画和伊斯兰细密画 西方油画采用写实风格 而伊斯兰细密画 则不使用焦点投射 人物远近一样大 比较扁平 姨父对威尼斯画派的写实风格 产生浓厚兴趣 他萌生了改造西方画风的念头 姨父将这些画带给苏丹 一个热爱艺术的君主 也深深被威尼斯画风吸引 为庆祝即将到来的伊斯兰教立的迁徙之年 苏丹秘密命令姨父制作一本书 这本书由诗人们撰写 颂扬奥斯曼帝国的伟大之处 画家们以威尼斯风格绘制插画 展示苏丹生活的奢华壮丽 四位最优秀的细密画家将为这本书创作插画 使其成为一件精致的艺术品 这四位艺术家分别以蝴蝶、灌鸟、橄榄和高雅的别名 行走江湖 前三位是细密画画家 唯独高雅是负责最后一部的装表镀金师 将金箔嵌入画中 同时 另一本庆典之书也在准备制作 由宫廷画坊总监奥斯曼大师指导 完全按照细密画的传统规矩进行绘制 奥斯曼大师是相当于皇家美术学院院长的人物 是几乎所有伊斯坦布尔正统优秀的细密画画家的老师 然而 他对一副代表的威尼斯画法深感厌恶 将试图创新的画家视为大逆不道 这场冲突贯穿全书的主题 甚至引发了极其人命 四位各有所长的艺术家 为即将争议不断的这本书 齐聚一堂听从宫廷的调遣 同时 青年黑回到了伊斯坦布尔 他是本书的主要叙述者 在24岁时 黑爱上了表妹谢库瑞 姨父的女儿 由于姨父反对这段婚事 黑离开家乡 在中亚地区漂泊 经过12年的流浪 黑成为一位智慧冷静的观察者 此时 谢库瑞已婚并育有两个儿子 而他的丈夫随军出征后失踪 谢库瑞成了寡妇 而他的小叔子哈桑 则是一个暴躁的年轻人 和狂热的宗教激进分子 哈桑深爱着谢库瑞 却总是奴役他 谢库瑞无法忍受 借过回到自己的父亲家 黑回到伊斯坦布尔后 杜金师高雅先生被害 尸体被发现在一口枯井中 姨父和黑试图找到凶手 但很快 姨父也惨遭杀害 为了能够顺利成婚 黑和谢库瑞决定封锁一副死亡的消息 匆匆在父亲的见证下进行了婚礼 哈桑对此愤怒不已 声称他的哥哥并未死 谢库瑞和黑的婚礼是非法的 威胁无效后 哈桑频频对黑发出死亡威胁 婚后 谢库瑞向黑提出 如果他不能找到杀害他父亲的凶手 就不能共度夜晚 黑答应了这个条件 同时 苏丹命令奥斯曼大使和黑在三天内查明真相 而线索可能就隐藏在一幅未完成的画中 在这幅画中 一匹马的鼻孔与众不同 在死者的现场 黑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在几乎完成的苏丹之书中 缺失了一页插画 黑认为这是凶手偷走的 故事随着黑试图破案而逐渐展开 案件的关键矛盾在于两种画风或者说是两种理念的冲突 究竟谁是细密花的狂热捍卫者 谁又想破坏苏丹之书 两位被害者分别是苏丹之书的杜金师高雅和编撰者一副 书中的插画也因凶案而失去了 凶手并未公然表示对威尼斯画派的不屑 他很可能是苏丹之书的参与者 因此蝴蝶、灌鸟和橄榄之三位画家成为主要嫌疑人 为了侦破案件 黑需要逐个拜访之三位画家了解他们的艺术观念 在出发前 黑向奥斯曼大师请教 奥斯曼大师是细密画传统的代言人 他提醒黑在古兰经中创造着是安拉的属性之一 只有安拉才能创造 只有他才能无中生有 只有他才能赋予无生命者生命 奥斯曼大师认为人不重要 画家们如果试图效仿阿拉 妄想成为创造者 那是最大的罪念 奥斯曼大师提示黑 要了解一个年轻的戏迷画家 应该问他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能够充分反映 他是怎样的人 又是怎样的画家 这三位画家给出的回答 将成为全书最精彩的部分 首战黑去拜访了画家蝴蝶 蝴蝶如其名 长相俊美 画风华丽 他擅长使用色彩 性格浪漫 但也轻浮狡猾 第一个问题是 关于画家的风格和签名 即作为一个画家 他是否想要与众不同 拥有自己的风格 是否企图在画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蝴蝶回答很谨慎 说了一些陈词烂调 如画家在自己的画做上签名 是很狂妄的 这不是戏迷画家应有的 谦卑美德等等 然而蝴蝶又讲述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里隐藏着他的真心 过去有一位国王 为自己的女儿昭旭 在全国中找到了三位年轻 未婚的戏迷画画家 这场比赛的规则 是谁能画出最出色的绘画 就能娶到公主 三位画家都极为真是这个机会 第一位画家 在偏僻的水仙花丛中藏入了自己的签名 这种行为无疑是想炫耀记忆 却违背了前辈大师的态度 因此他立刻被流放到国外 第二次比赛中 另一位画家在马的鼻孔上 做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改动 这可能是一种瑕疵 也可能是一种创新 但在西敏画的世界中 瑕疵被视为懒惰 风格则被看作是夸耀 都是可耻的 于是这位画家也被逐出了国家 最终 第三位画家赢得了比赛 他完全按照前辈的作画方式 没有留下任何签名或瑕疵 这幅完美的画 被送到了公主手中 然而 在婚礼前一天 公主整天悲伤地注视着未婚夫的画作 最终 他向国王请求解除婚约 公主表示 这位画家 确实应该按照前辈大师的样子 把画中的女孩画成单缝眼 但是 当画家深爱一个人的时候 会将情人的形象融入其中 融入画中美丽少女的眉眼 唇发 微笑 甚至是睫毛中 这是有情人之间的暗示 今天一整天 我在画中的少女身上 完全看不到我的痕迹 她或许是伟大的戏迷画大师 她也确实年轻英俊 然而 她不爱我 听闻女儿的请求 国王立即取消了婚礼 妇女两人从此相依为命 度过了余生 蝴蝶的故事完结 她明智地知道 作为一位戏迷画家如何表达 但这个故事传达了一个信息 没有风格的创作 是反人性的 因为 一旦画家投入爱和热情 就必然流露出自我 那么 俊美多情的蝴蝶 是不是凶手呢 我们先不着急猜测 再来听听 灌鸟是如何回答黑的问题的 第二个问题是 关于时间和插画家的时间 与安拉的时间 这意味着你的画作有时效性 现在这幅画是为某个君主服务的 如果未来这幅画用在了别的地方 你会怎么想 黑来到了灌鸟家 请教她这个问题 不同于张扬的蝴蝶 灌鸟临摹水平极高 稳重 谨慎 给人老实可靠的印象 实际上 她非常务实 追求金钱和权力 一心想要继承画坊 灌鸟为黑 讲述了一个故事 很久以前 法西尔国王战胜了哈丁汉国王 新国王将就国王折磨至死 并夺取了他的后宫和图书馆 在图书馆中 老练的表书师 拆解了就国王的书籍 重新编排成 歌颂新国王的册子 书法家们图掉了 曾经永不败北的哈丁汉 将其改为法西尔国王的胜利 新日明画家抹去了已故国王在画中的精致面孔 带之以法西尔国王更为年轻的容颜 法西尔国王踏入后宫 立即倾心于那位最美丽的女子 眼中上存泪水的奈利曼 法西尔国王是一位博学的绅士 谦卑地向奈利曼求爱 奈利曼美衣的要求是 不要抹去爱情传说中他前夫的画像 画中的那对恋人 被描绘成了奈利曼和哈丁汉 至少在这一页上已故丈夫可以如愿不朽 法西尔国王大度地答应了这个要求 奈利曼和新国王法西尔真心相爱 忘却了过去的可怕 然而法西尔人无法忘怀那一页的插图 他不是极度妻子与前夫的情感 真正折磨他的 是他无法与妻子一同出现在那幅画中 所代表的古老传说中 他无法与妻子共同跨越时间 跨越生死 一同达到永恒 这个念头在他心中悄然啃食 如同一只隐秘的蛀虫 五年后的一天晚上 奈利曼入睡 国王悄悄来到图书馆 涂掉了一顾国王的脸 画上了自己的脸 然而 他的画迹并不出色 第二天被图书馆馆员发现 馆员不仅认不出 那是法西尔国王 还宣布 那是法西尔国王的头号敌人 年轻英俊的阿布杜拉赫王 谣言迅速传播 法西尔国王的军队士气大幅下滑 更糟糕的是 这个消息激励了年轻好斗的新军主 阿布杜拉赫王 在第一次战役中 阿布杜拉赫王战胜并杀死了法西尔国王 占领了法西尔的图书馆和后宫 并成为这位永远美丽的奈利曼的新丈夫 故事结束后 黑直接问冠鸟 他通过这个故事想传达什么 冠鸟回答 超越时间的唯一途径 就是技巧和绘画 冠鸟和蝴蝶一样 面对黑的询问 都给出了无懈可击的回答 但仔细品味这个故事 会发现他远比简单的一句 绘画集永恒说 的更多 他暗中驳斥了奥斯曼大师的观点 平日里谦逊的冠鸟 此时展现出了一种画家的高傲 他想要表达的是 如果不尊重画家创作的初衷 随意篡改画作 是会遭到惩罚的 这层含义是通过故事展现的 几乎不可能作为口供 转述给奥斯曼大师 只有黑和读者能感受得到 目前为止 蝴蝶和冠鸟两位画家 都聪明地表现出了 对西米华的复杂感情 他们口头上承认 西米华诸多谦卑无私的品德 又在故事中质疑西米华的呆板和守旧 抱怨了画家被工具化的低下地位 接下来 我们再去问问最后一个画家 感染的态度 第三个问题关于诗明 这里需要补充一句 对许多年迈的西米华家来说 诗明是一种荣耀 因为诗明代表两件事 第一 这位画家有着用眼过度的勤奋 第二 诗明以后 画家将来到一个绘画的新境界 他能像真主安拉一样 在黑暗中看到更美丽的事物 即使看不见了 他的手也会记得怎么画画 这又恰恰是秦分一生作画的证明 可以询问 感染对诗明这件事的看法 感染不像蝴蝶和灌鸟那么圆滑 把绘画当作换取名利的手段 感染是真心热爱着绘画 他年幼时 就饱受兄长和画方中前辈老师的欺凌 使他对绘画的纯粹热爱 让他坚持下来了 并成长为一位最愿意栽培的画家之一 好 橄榄给黑奖的故事是这样的 很久以前 西明画大师谢赫阿里 要为假形王绘制一本书 善渡的假形王 害怕大师以后为他的敌人哈桑王 画出更好的画 于是决定等大师画完 就刺瞎大师的眼睛 大师听说了 并不害怕 也不逃跑 反而更用心地去画这本书了 大师画得眼睛流泪 他用好几天凝视前辈的画作 然后默画在另一张白纸上 可以画得分毫不差 当大师完成了这一切 收获了无数的赞美和黄金 就被一只尖细的羽毛针刺穿了眼球 但他都坦然接受 而后 盲眼的大师立马找到 假行王的敌人哈桑 大师说 没错 我的确瞎了 但这意味着 我能将记忆中最纯净的模样 描绘出阿拉的一切美丽 果然 失明了的大师 画出了一本更为精美 辉煌的书 哈萨王收到这本剧著以后 感受到了盲眼大师的信念 在下次的战争中 一举打败 并且杀死了 刺瞎大师的假行王 还有一位大师 为了加速自己的诗名 甚至会在指甲 米粒 乃至头发上 连枝带叶地画出完整的书 他的努力 受到了苏丹的嘉奖 苏丹打开了自己的图书馆 允许大师任意阅读自己 收藏的华美戏迷画 在不眠不休的三天专注欣赏后 大师终于满足的瞎了 这种崇尚失明的风气 在画家中逐渐加剧 到后来 老画家如果依然保持势力 竟成了一种耻辱 年迈的细密画家 甚至会装作失明 以追求失明 在这方面 橄榄似乎是对细密画 传统最忠诚的画家 那么 他是最反对 威尼斯画派的人吗 其实不然 如果可以自由选择画风 橄榄或许会毫不犹豫地 选择威尼斯画风 他只是更深切地理解 细密画的美德 橄榄对绝望的追求 一生都在为两件事做准备 一是为失明 二是追求幸福的失明 在画中签名 就要被流放的状况下 对失明的病态追求 使人在听到这里时 不禁为稀密画中 反人性的部分感到震惊 听完故事 黑和奥斯曼大师 为了破案 前往苏丹的仓库中 翻越细密画 寻找线索 奥斯曼大师发现了 传说中那只刺瞎大师的 精致精针 于是他趁着黑睡着了 勇敢 沉着 坚定地将金针刺入自己的瞳孔 面带微笑 期待着像前辈大师那样 用安拉的眼光 来看待世界万物 与此同时 黑发现了凶手 正是三位画家中 对绘画最赤诚的 橄榄 这时 如果我们会看小说 橄榄的叙述部分 实际上有两部分组成 人们都叫我橄榄 和人们将称 我为凶手 在凶手的张杰里 橄榄藏在暗处 心狠手辣的自言自语 而在橄榄自己的张杰里 他无辜纯粮 一心帮忙破案 这种写法 既制造了侦探小说里的悬念 又暗示着橄榄撕裂的内心 和不稳定的精神状态 那么橄榄到底为何成为了 残酷的连环杀手呢 杀害高雅是因为 他在和高雅 聊到新的绘画风格时 突然担心新的画风 是否真的有为 许安拉的旨意 只要高雅一死 他就可以装作 自己没有动摇过 他杀掉姨父 更是因为姨父触到了 他的痛点 姨父坚定地痛恨着 细密话和他代表的一切 姨父曾说 在威尼斯写实主义的 大师笔下 眼睛不再是一模一样的圆孔 而是必须像 我们自己的眼睛 嘴唇不再是平板如纸的 脸上的一条裂缝 我们的鼻子 也不再是分割面孔的 一道干巴巴的墙 而是足以体现我们 活力与好奇心的工具 很难想象 这样一段极度厌恶戏迷画的话 竟然出自一位 德高望重的老戏迷画家之口 姨父在这段画里 用了三个不定式 他像一位传道士一样 大声疾呼 只不过 他试图传播的 不是什么新派画风 而是人性的解放 姨父曾告诉橄榄 法兰克地区的裁缝 屠夫 士兵 神父 和杂货小贩 都喜欢请人 以某种方式 画他们的肖像 观看这些画作 人们会产生 渴望自己 也被这样描绘的欲望 希望相信自己 是独一无二 特殊而奇特 拥有生命的存在 橄榄听了一幅的话 感到惊恐 他深深被一幅所说吸引 渴望一幅能肯定他的才华 但他同时也痛心地意识到 在一个没有个体 独立存在的世界里 即便画得再好 画家也只会被束缚 在无人知晓的宝库里 那些为了绘画 而失明的画家 难道只是自我感动而已吗 橄榄渴望用自己的眼睛 观察世界 创作出独一无二的作品 然而 奥斯曼大师多年的教育 让他觉得 这是对安拉的背叛 于是 屈辱感涌上心头 慌张中 他决定杀掉一副 好像这样就能够消除 他内心对一交花态的渴望 然后他安慰自己 自己是安拉的好仆人 问题是 他努力压抑的自我 一旦觉醒 就再也无法平静 最终 他偷走了苏丹之书中最重要的一页 画上了自己 在原本应该画上苏丹的地方 他画上了文字 他对着镜子反复涂抹 画了又擦 擦了又滑 这样 一个自认为最忠诚于细密画的画家 做了最疯狂 最叛逆的事情 事情败露后 橄榄和黑以及花家们发生激烈的冲突 黑身负重伤 橄榄也被怪鸟用金针刺穿了眼睛 但他成功逃脱 在逃往港口的路上 黑的情敌哈桑遇到了橄榄 此时 橄榄手中拿着从黑手里抢来的一柄红剑 让哈桑误以为橄榄是黑的同伙 于是 橄榄被暴怒的哈桑砍掉了头颅 尽管橄榄是凶手 但这样的死法 确实令人感到冤屈 橄榄的头颅在空中飞扬 轰然落地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的头颅从地面的高度 俯视着美丽的伊斯坦布尔 画房的墙壁 拱廊 屋顶和天空 他发现自己 从未从这个角度观察过这个世界 对这个世界留恋不已 他说 等自己的意识消散后 头颅将继续凝视 这片引人仇思的斜坡 石墙 咫尺天涯的桑树和栗术 如果凝视的够久 心灵或许会融入画中的时间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橄榄惦记得仍然是绘画和美 没错 他是凶手 也是牺牲者 如果能解除宗教和传统的束缚 橄榄或许会追随自己的心 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位 才华横溢的威尼斯画派的画家 橄榄有罪 如果要追究责任 也必须将责任归咎于那些 以奥斯曼大师为代表的欺凌 压迫要求画家现身的狂热宗教信仰 这是本书的主要情节 在《我的名字叫红》中 帕木克像西敏画画家一样 为自己设计的场景 精心上色 伊斯兰文化起源于干旱的中东 绿色在这里是罕见的 代表生命 拯救和安拉的慈悲 然而 在小说中 绿色一直寓意不佳 在黑在线之前 郁郁寡欢的谢库瑞 总是穿着一件绿衬衫 一副被害后 黑遭受酷刑时 行星人穿着绿色和紫色的制服 一副临死前 痛苦挣扎时 不忘表达画家的本质 说 如果要画出我的好教 那么它会是绿绿的铜色 这是一副死于非命的话 是以绿色为象征的 狂热宗教信仰 也是凶手的颜色 橄榄绿 为什么欣欣向荣的颜色 在小说里如此恐怖 是橄榄的宗教狂热 让象征着生命的绿 变成了极端宗教的绿 让象征着幸福的红色 变成了为暴力的血色 这本书的叙事结构 和稀迷画的布局相似 采用了散点透视的叙述方式 很多双眼睛 从不同的角度 审视这幅隐藏着杀鸡的话 很多声音共同讲述着这个故事 无论是颜色还是情节布局 都带有稀迷画的特色 可以说 帕木克在小说中 以文字勾勒出了一幅 精致细腻 无以复加的稀迷画 帕木克花了六年时间 才完成这部 充满丰富细节的历史小说 他小时候就开始研究 土耳其的稀迷画 曾梦想成为一位画家 因此 他将戏迷画中无法数进的细节 都融入了小说 试图复活那些潜藏在 爱与战争背后的古典伊斯兰故事 他站在土耳其这条 东方和西方的分界线上写作 试图抚慰自古以来 东西方之争造成的太多撕裂和伤痛 我的名字叫红 为你解读完毕 最后 强烈推荐你阅读这本书 个人阅读建议是 每天抽时间读两三章 不到一个月就可以读完 如此细腻精美的书 慢慢享受 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现在 让我给你读一段 我在这本书中最喜欢的文字 这段文字 来自第35章 我是一匹马 请和我一起 感受一下帕木克文字的质感 马说 别看我现在安静地站在这里不动 事实上 我已经奔跑了好几个世纪 我曾穿越平原 参与战争 在这忧伤的王室公主们出嫁 我不知疲倦地奔跑过一张张书页 从故事到历史 从历史到传说 从这本书到那本书 马问 阿拉既然是最伟大的造物主 独一无二地创造出了每一匹马 那么 为什么所有西米画家 用同样一种方式 描绘所有的马呢 他们有什么好骄傲的 为什么从不认真观察我们 而只是用同一种方法 重复描绘成千上万匹马呢 因为他们试图描绘真主眼中的世界 而不是他们亲眼看见的世界 难道 这就不等于挑战真主的唯一了吗 威尼斯大师的新风格 非但没有污蔑宗教 反而最合乎我们的信仰 这虽然是一匹马的自白 却极其浪漫且智慧 或许 这也是关于全书东西方花派之争的最好回答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